下个月4日是清明节 疫情稳定 内地多个城市容许拜祭 但是市民需要十名登记预约 才可以进入武园 去年因为疫情暂停清明节 现场拜祭的广州市 今年在文政部指示下 重新开启武园 给市民到场拜祭 十名预约最多五人同行 北京市就和去年一样 继续开放十名预约 最多同行人数由三人增至五人 内地下个月3日开始 连放三日清明节假期 有旅行社说 北京近日不再要求低风险地区入境人士 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增加外省人到北京旅游的意欲 我们一方面在搜索上 刚才也提到了增长了将近120% 周边游基本上已经成了 现在必备的出行的一种态势了 而且非常火热 一些酒店包括一些周边游 基本上周末基本上就很慢 困程网说 去年清明节 跨省旅游接待人数减少六成多 今年外出人数有望恢复至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预计一亿人士出行 网站统计说 与2019年相比 目前预订境区门票人士增长百分之十 全国经济仓机票价格也略为上升 平均每张机票778元人民币 中文 民众地方 中文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